全运会莫名其妙的一盘对局 王天一选手兵器进一 林文汉后手采用对兵局 红方炮二平三 形成先手足底炮 那此时黑方一般夺走 炮八平五 等红方跳马 黑方也跳马 红方会飞向 共孤中路 那黑方会马二进一 这是比较常见的布局套路 双方另有攻守 但实战 林文汉选择不按套路出牌 选择炮二平五 但王天一果断 哇 急冲三兵 气空投炮 哪一方也不客气 炮打中兵 红方在跳马捉炮 黑方如果炮五推二 那五方兵三进一 威胁炮打向 在平兵捉炮 也是先手 所以实战 林文汉选择退一部炮 红方兵三进一 黑方飞边向 那从现代的布局理论来说 这是一部疑问手 改走飞中向会比较稳健 因为王天一 劫走的就是炮八进二 利用对子抢先的战术 黑方本来想平中炮 保留空投 但显然不成立 因为红方炮打 交换之后再马二进一 准备马一进三 先手咬黑炮 再出局 红方明显主动 所以实战 林文汉只好 打红炮 交换 但王天一 此时 他了解 兵贵神速的道理 并不急着马踩炮 而是 平居捉炮 利用黑方 少补了一手中向 不能推炮 形成弹子炮 也由此可见 黑方飞边向的差别 在哪里 以下马二进三 局八进四 黑方向吃兵 同方进居 将来准备平居压马 那布局至此 同方可以满意 以下 马八进六 同方平炮打将 再马二进三 准备马三进四 快马加边 所以黑方 马六进七 防一步 同方居平二 黑方跑八 平六 准备居九平七 和马七进五 进行一些反击 那这起 红方比较严谨的走法 可以考虑马三进五 或者马七进五 准备平居压马 同时预防黑方 马七进五 因为红方就可以 炮打马 在马五进三 回血 马踩足 和居吃足 这起红方 占优 回到实战 王天一 他选择 马七进六 也可行 但给黑方顺利 马七进五 俘有马踩兵 咬鞠 和挂脚马的骚扰手段 那这时 王天一 才跳中马 黑方 鞠九平七 恰到好处 因为现在 红方如果 炮打马 足五进一 威胁在冲 咬霜 红方却不能 马五进三 如马五进六 黑方还是 boom 这起 对此之后 红方是没有便宜 回到实战 王天一 选择 补视 先巩固阵型 黑方也补视 红方马六进七 才足 黑方 马五进六 那由此 反夺主动 我们来看 红方如果 炮五平四 黑方可以炮打 再足五进一 回血 冲中足 再跳挂脚马的手段 必要时 也可以对居 所以实战当中 黄天一 索性 视五进四 来一招苦肉计 引右黑方 炮打式 那再补视 咬住黑炮 如炮六平八 那再炮五平四 准备马七退六 或者马五进六 同放有些攻击的手段 所以实战 宁文汉 选择 先出具腰队 那对了 当然算准 红方不敢炮打中足 否则 居七进三 捉炮 如马七退六 黑方马二进三 再咬 红方有丢子的危险 所以实战 黄天一选择 先飞边向 准备进居捉马 那黑方赶紧 居七进六 红方 接走 炮打中足 试探黑方的应手 如果马二进三 那就是炮五平二 反击 但凌文汉也不是等闲之辈 他接走 G7退三 先手捉炮 那以下马七退六 马二进三 再咬红炮 当然现在区别是 红方多走了一步向 这棋 可以考虑 G2平三 腰队 是比较客观的走法 黑方如果对居 那形成一个马炮残棋 红方多一个兵 就算兵种烧亏也不怕 另外黑方如果平居 那红方炮五平七 跟实战后来类似 但关键是不怕黑方 马六退五 这步二手 因为刚好马五进三 咬双 因为G位的关系 那如果G6进二 红方可以马六退五 再咬G 另外如果 马吃马 红方G3进四 那这席黑方就算G吃四 红方简单退向 双方局势也差不多 但实战 黄建一没走 G2平三 直接炮五平七 那这步棋其实大漏 黑方果然马六退五 咬炮 那现在马五进三没用了 因为黑方可以简单退马才炮 由此可见 红方先G2平三的微妙之处吧 现在王天一只好兵器进一 保住 黑方 BOOM 红方只好炮打向 但黑方就顺势炮六平五 打马 由此奠定 一个优势 那王天一无奈 马六进四 连环马 咬黑炮 那这骑黑方其实暗藏一部回马金枪 简明有力的手段 准备吃红炮 红方马踩炮也没用 因为向三退五 这骑必然能够捉死红马 或者红炮 黑方多子胜定 我们回到实战 林文汉选择 G7平六 当然也可以 回血G吃马 以及马三进四的手段 黄天一只好出帅 那这里黑方 又有一部巧手 好 如果你想的是马三进四 那恭喜你 比特级大师还厉害 妙用打破战术 马五进六 黑方在G吃马叫杀 红方如果不是 那炮五平六 在威胁退马 捉双 另外红方如果马踩炮 那这也是黑方必胜的一个残疾 归险马五进四 狙杀象等等 回到实战 林文汉认为这起 稳糟胜刑 简单的 平炮打马 但这步起有点缓 红方G2进五 保住 黑方在马五进四 准备G6平五捉马 但王天一经过 深思熟虑 决定平中帅 准备G2进一 对G解围 那这时 黑方应该考虑炮打马 保留优势 红方如果G吃炮 那G6平五捉马 红方还是很难下 但实战当中 林文汉心里想 反正都是赢定了 我就平炮较江 红方如果出帅 那我可以炮五平六还原 然后考虑炮打马 另外红方如果不是 那我就炮五进二打G 黑方也是准备得子 所以走到这里 林文汉已经不再思考下一步棋 他在想赢了这盘棋之后 上台领奖的时候 要发表什么得奖感言 但没想到 黄天一突然 哇哦 跳马咬鞠 在气空头 头位意高人胆大 黑方为了保留炮 选择G6平五掉江 但红方从容得出帅 等黑方炮五平六 在G2进一 那这部进鞠腰队非常及时 黑方如果G5进二第一手 红方服有G2平六捉马的先手 再四击炮打向和实惠 黑方如马四推六 红方简单的捕试 那这起红方多向反而优势 另外于黑方如果马踩试 看似很凶但没有用 因为红方刚好前马进五 威胁马五金七 叫沙 截图先登 第二时还可以炮打向 那这起黑方也戳不到红鞠 因为刚好马四进五 为鞠身根 我们回到实战 那王天一解围的技术太完美了 比林文汉也傻眼 只好选择对局 那再推炮 准备马踩试 所以红方不是 那这起形成一个各有牵手的马炮残棋 黑方如果马踩忠试 那红方会推炮打向 也是各有顾忌 那实战 林文汉走到这 只想求和 选择退向 红方平炮 那再马三进四 保住中向 那红方还是平中帅 黑方出将 红方再出帅 闭一手 同时又敌深入 那黑方果然进马 准备双马炮攻杀 但王天一不为所动 马踩忠试 果然有大将之风 黑方炮流进四 只不威胁 平炮杀棋 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好 回到实战 王天一选择炮 马二退四 先控制这点 马二进三 上帅 马三退五 再下帅 那黑方才意识到 已经没有后续手段 红方下一步还暗藏 马五退三 要无根黑炮的手段 利用红帅 牵住黑马 那这起黑方 应该对马 再准备残炮归家 还可以守核 但实战 林文汉 一错再错 选择平中将 那以下就进入 王天一的表演时间 红帮准备马九进八 马后炮杀棋 那这部退马 准备马六进七 再马七进五 这个思路 黑方只有退炮 准备平视角 但王天一从容的 退炮打足 那好奇 撑羊角式 不怕马来江 手法相当老练 平中帅 功不忘手 也是好奇 摆脱黑炮的牵制之后 那以下红帮 就可以放手进攻了 那红帮退马 咬住红炮 这起黑方因为缺项 又少兵 败局已定 那最后林文汉 又走出大路 给红帮马彩炮 白吃白喝 那黑方还上将 以为能捉红马 彩虹炮 就会一会崩溃 也不会太久 也不会太久 I don't end it down I don't end it down